嗨,大家好,我是林老师 欢迎收看今天的萨克戏码 空气真的能被吸到肚子里去吗? 除了我们的肺脏之外 到底还有个什么样神秘的器官可以用来装空气呢?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解谜吧 大部分学过管乐、声乐或是瑜伽的人 大概都听过富士呼吸法 这个听起来很专业的技巧 这是什么东西可以吃吗? 应该也听过要把气吸到肚子里 这件听起来很神奇的事情 但是只要上过一点点的健康教育课 应该就会知道 肚子也就是腹腔里面 只有肝、胆、肠胃这些脏器 还有 那这种好像很厉害的呼吸方式 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让我们继续看下去 学习乐器的第一步是学会呼吸 这件事情 咦?如果我不会呼吸的话 不是早就死悄悄了吗? 是,我们天生就会呼吸 但是我必须肯定地告诉你 吹奏乐器所使用的呼吸方式 跟人们日常的静态呼吸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必须透过了解和训练 来让演奏时能自然地以正确而有效率的方式呼吸 或者是说吸跟吹 这不只是吹奏时会不会头晕的问题而已 而呼吸的模式也跟你的音色、音量、音准 甚至是节奏都息息相关哦! 在开始谈到吹奏乐器的呼吸之前 先一起来了解一下呼、吸 这个人们无时无刻都在做的事情 是怎么运作的吧? 画面上这张图大致描绘了呼吸时肌肉和胸腔的运作状态 产生呼吸运动的主要肌肉有内外肋肩肌与横隔膜 接着让我们分别来看看吸气和吐气的动作 吸进空气时 外肋肩肌收缩、内肋肩肌松弛 使肋骨上蹄、胸阔前后距离和两侧的宽度增加 横隔膜收缩、下降 造成胸腔的容积增加 肺脏扩张产生负压 外界的气体自然进入肺中 相反的 呼出空气的时候 外肋肩肌松弛、内肋肩肌收缩、肋骨因而下降、胸阔缩小 横隔膜松弛上升、胸腔容积减少 压缩肺脏 产生对外界气体相对的镇压 使空气排出 按照呼吸运动所使用肌肉的不同来分类 主要靠内外肋肩肌收缩和放松的呼吸方式 称为胸式呼吸 也就是浅呼吸 而主要以横隔膜收缩和放松的呼吸方式称为腹式呼吸 也就是深呼吸 在国外多称之为横隔膜呼吸 胸式呼吸的最主要特征是 吸气的时候肩膀会紧绷上台胸部隆起 而腹部没有明显的起伏 通常只有上三分之一的肺部有空气进出 而腹式呼吸则相反 肩膀是放松而且没有明显动作的 但腹部会随着吸气的动作而隆起 因而肺部有更大的空间得以扩张 在乐器的吹奏上 我们需要更完全的使用肺活量 持续稳定而且有力的气流支撑 而精准而有效率的气流控制 因此必须使用腹式呼吸 并搭配其他辅助肌群才能满足上述的需求 同时也避免练习上所造成的运动伤害 而这样的呼吸方式 我把它称为吹奏呼吸法 Breezing for winds 既然绝大部分学过管乐的人都听过腹式呼吸 那为什么不沿用这个大家都知道的称呼 而要选择使用吹奏呼吸法这样一个新的名词呢 因为在吹管乐器的演奏上 就算是阻力比较小的乐器 像是长笛 上低音沙克管 或是低音号等等 吹奏时得克服的阻力 或是需要的气流量 都比正常呼吸大上许多 除非你鼻塞还硬要用鼻子吐气 同时还必须要能够稳定的控制气流的速度 也就是力度和流量 所以吹奏呼吸法在吐气 也就是吹气的时候 并不是单纯的像腹式呼吸那样 让横格膜自然放松回弹 得用到更多的肌群来控制和协调送气的动作 前面提到了 在吐气的时候 横格膜是放松的哦 我们当然没有办法使用放松的肌肉 来提供吹奏乐器的力量啊 但是我们可以透过控制身体其他部分的肌群 来放慢横格膜自然回弹的速度 同时也可以更进一步的利用这些肌群 来提供演奏时所需要的力量和控制 而这里所说的身体其他部分的肌群 就是我们的核心肌群 这才是吹奏也就是吐气的时候 主要的力量和控制的来源 也就是一般腹式呼吸法所没有包含的部分啦 那现在我们就来分析一下 吹奏呼吸法的吸气和吐气吧 其实无论我们是在睡觉或像现在在讲话或是唱歌 只要有吸气的动作 横格膜就会收缩然后下降个几公分 静态呼吸的时候横格膜会下降大约1.5公分左右 但是完全的深呼吸也就是使用腹式呼吸的时候 横格膜的运动空间可以达到13公分这么多哦 想要更有效率的吸气 身体就必须腾出更大的空间 让横格膜可以做最大范围的移动 因此维持身体的端正和放松是很重要的 不是要你刻意的挺胸 但是躯干必须要端正而且放松 驼背和歪斜的姿势会限制腹部的膨胀 横格膜也就没有足够的下降空间 同时也会影响肋骨的扩张 当然无法使呼吸达到最佳的效益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几乎所有的管乐独奏者 都以站姿来演奏 上课或练习的时候也都以站姿居多 因为坐姿演奏其实无法完全的运用到肺活量 多多少少会限制我们的控制和音乐上的表现 再来吸气时肩膀保持放松不上台 这是最多初学者的共通问题 当肩膀僵硬而且上台的时候 腹部会因为拉直紧绷而没有扩张的空间 当然也就限制了横格膜的运动 通常会造成肩膀位移的原因都是刻意的吸气动作 可以观察一下人们睡觉时呼吸的动作 有人的肩膀会上下移动吗 所以肩膀的动作其实是自己为了想要吸更多的气 而刻意做出来的 但是这个动作反而限制了正确的呼吸 最后吸气的时候让身体自然的扩张 当你正缺吸气的时候 最明显的特征会是腹部的隆起 但我们身体实际上是向四周围扩张的 包括后背和腰侧 在吸气的时候都是向外伸展的 只是平常我们不太容易察觉到 可以试着在吸气的时候 把双手放在后背或是腰侧 感受一下 身体越自然的扩张 腾出越大的空间给横格膜下降 也就可以越完全的运用到我们的肺活量 吸气也自然就越有效率啦 只要做到了正确的吸气动作 吹奏呼吸法几乎就成功了 就像棒球投手投球的动作一样 呼吸也是一个把动能储存为胃能 再转化为动能的过程 所以只要完全的吸气 让身体处于一个充分扩张的状态 吐气只是一个让身体恢复到原本状态的自然过程 只是在吹奏呼吸法中我们必须去减缓这个过程 并且控制气流的速度 也就是流量 甚至提供额外的力量来克服吹奏的阻力 进而做到音量、音色和音高上的变化 这也正是吹奏呼吸法和一般所谓的腹式呼吸不一样的地方 用来减缓横格膜回弹 并且提供额外力量的正式前面提到的核心肌群 没错就是涂上那一堆肌肉的共同作用 大部分身体肌肉的作动都是以组为单位 就像生活中的任何一个动作 我们不是控制某几条肌肉 然后站起来或是举手 我们想的是动作 然后让身体去完成 所以请不要去想肚子 或是任何地方的肌肉用力 只要尽量的维持集中、持续 而且快速的送气 也就是说 把注意力放在自己吹气的感觉上 而不是肌肉的用力上 让身体自然的去做反应 来维持气流的稳定 只要有好的吸气动作 这些会非常容易做到的 我们其实无法清楚的感觉到横格膜的动作 却可以透过观察身体其他部分肌肉的运动来确认 我们是不是有效率的呼吸 但这同时也是为什么我不要你去想腹部 或是任何地方用力的原因 因为你可以假装把肚子胀很大 但是完全没有吸气 你也可以快速的把肚子往里面缩 但是送出来的气一样的缓慢 吸气让身体扩张 而不是扩张身体假装吸气 送气让肚子撑住 而不是用手压着肚子假装送气 让身体自然的做反应 我要再讲一次 让身体自然的做反应 吹奏呼吸跟静态呼吸 另外一个不同的地方 就是肺活量的使用 在乐器的吹奏上 我们希望可以更完全而有效的使用肺活量 让演奏可以有更大的发挥空间 画面中黄色的方块代表潮气量 也就是人们平常静态呼吸一次 的气体量 大约是500毫升左右 这样的气流量对于吹奏乐器而言 是远远不足的 这也是大部分初学者 需要跨越的第一道障碍 因为对一个没有学过乐器 或是任何一种跟呼吸相关的活动 例如瑜伽楼的人而言 几乎不会 或者我应该说是没有机会 用到完整的肺活量 但是正常男性完整的肺活量 大约是4800毫升左右 这可是静态呼吸的将近十倍呢 在乐器的演奏上 我们怎么能不拿来好好的利用一下呢 我们平常的呼吸 大约就落在潮气量的区间 日常生活中大概只有在打哈欠的时候 会把气吸饱 也就是把橘色区间的吸气储备量用完 然后我们几乎不会有机会把绿色区间的呼气储备量吐光 就连吐大气的时候也不会 但是在吹奏呼吸法中 我们的目标是要 完全的使用肺活量 也就是吸气要保吐气要光 这才是我们理想的呼吸模式 请回想一下自己打哈欠的感觉 这是一个吸气的完美例子 一个因为缺氧而由身体自己完成的动作 相信没有人在打哈欠的时候 身体会是紧绷的 或是一边打哈欠一边抬肩膀的 只是在吹奏乐器的时候 我们要试着把它变成一种习惯性的动作 另外在吐气的时候 基本上只要我们开始使用到呼气储备量 身体就会发出 再不吸气你就会死掉哦 这样的讯息 其实出现这种感觉的时候 我们通常都能够在演奏个4到8秒钟没问题 所以吹奏者要学会 试着在感觉没气之后 继续送气 也就是去忽略这样的机制 来更强化自己的呼吸 希望借由这样视觉化的方法来帮助大家了解 吹奏呼吸法和日常的静态呼吸之间有多大的差别 所以如果你在吹奏乐器时呼吸的感觉和平常是差不多的 那就表示呼吸的模式还不够健全哦 在呼吸上还有一件事情是我们要注意的 就是在乐器的吹奏上 99%的时候都是用嘴巴吸气的 因为嘴巴的动笔鼻孔还要大 才有办法让我们在短时间内完成吸气的动作 同时吸到最多的空气 这也和一般傅式呼吸强调的鼻吸口吐不同 吹奏呼吸法是口吸口吐 大概只有在使用循环呼吸的时候会用到鼻子吸气 还有很少很少的情况会要口鼻同时吸气 除此之外几乎没有鼻子单独吸气的机会哦 最后我们要来谈一下常见呼吸错误的症状有哪些呢 首先是头晕这个大概是最多初学者曾经遇到的问题 其中一种状况是因为频繁而且快速的呼吸模式 而造成了类似过度换气的症状 产生了呼吸性的减重毒而导致头昏 而这个晕眩又会引发更严重的姿势僵硬和胸式呼吸 又再加重了过度换气的症状 也就是说恶性循环啦 另一种常见的原因除了呼吸本身的问题之外 不正确的嘴型也是元凶之一哦 就是弩折现象国外叫做法式操作法 有健身习惯的朋友对这个名词应该不陌生 就是你弩折啦 这个方法就是使用腹式呼吸 配合臂气来增加躯干的稳定度 但是这个过程会使得胸腔的压力急速的上升 血压下降造成大脑和其他器官缺氧 进而导致晕眩 吹奏乐器为什么要憋气啊 没错这就是主要问题的所在 因为不良的嘴型习惯过度咬紧 使竹片和吹嘴完全没有空间可以让气流通过 造成在吹乐器的时候好像在闭气一样 如果你再加上胸式呼吸 这个症状一定更为严重 再来胸痛是另外一种症状 但是它不像头晕这么常见 如果在吹奏乐器的时候用的是胸式呼吸 用肋肩肌的收缩来提供吹奏所需要的力量和支撑 必定会造成肌肉的运动伤害 必须以比较有力的恒格膜与核心肌群搭配作为主要控制以及出力的肌肉 还有吸气异常的大声 这是另外一种常见的问题 前面两种情况是属于身体上的症状 而呼吸的异音则是在演奏的时候可以观察到的状态 吸气是整个演奏过程当中唯一可以放松的时候 所以吸气的时候嘴巴、口腔、咽喉甚至是整个躯干的肌肉都应该是放松的 也因为嘴巴、口腔、咽喉是放松的 所以吸气的声音不应该很明显 同时可以在更短的时间内吸到更多的空气 如果听到像是在吃拉面的声音 那就表示你的嘴型没有随着吸气的时候放松 如果听到像香土剧里面哮喘一样 的声音就表示你的喉咙太紧了 有这些状况的演奏者 躯干通常也是紧绷而无法扩张的 自然也就没有办法做到有品质的呼吸了 这三种状况大概是众多呼吸错误症状中最常见到的 如果在练习无论是吹奏或是呼吸法的时候 遇到这些情形 就代表你的方法有问题 请马上停止练习并回头检视自己的呼吸模式 以避免坏习惯越来越熟练 甚至造成更严重的伤害 看完了这一集之后 我相信你已经知道问题的解答了 气当然不会被吸到肚子里去啊 但是以外显的结果而言 正确的呼吸法像极了把气都吸到肚子里去了 这是一个要去观察的重点 但是记住不是要我们去做肚子聋起来的动作 那个只是正确吸气的结果 不要去想控制任何一条肌肉 或是让身体的任何一个部分去用力 只要试着放松身体 把气吸饱 持续而且集中的送气 剩下的让身体自然的去达成就可以了 我们只要负责观察 然后修正 这样就好了 想想我们平常是怎么走路 起立或是蹲下的 没有一个动作是我们控制出来的结果吗 好了 下一集我会带大家实地的一起练习 吹奏呼吸法 千万别错过哦 以上是今天的节目 谢谢收看 希望你们喜欢 这里是萨克戏码 我是林老师 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